台湾 台湾 前进前进 生生保佑 这是台湾人民 全快定位置 表明 这是台湾人民 英国成功秒的生 这是台湾人民 英国成功秒的生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无上圣身微妙华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此 愿解如来尊识意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各位维新圣教一间大学先世同修代表 今天106年11月26日 是我们共修的日子 每个月一日寒的共修 都有很深的奥义 若是我们平时没有接近佛法 没有接近圣法 没有接近善知识一起共修的话 那我们对于整个人生 你会发现好像缺少了什么东西 所以我们维新圣教虽然是与中华文化道统 从一经风水为主轴 再为各位同修 共同来开示指点人生的方向 但是我们这个还是不够的 必须要以佛法 佛法就是我们内在心灵的上圣智慧 叫做佛法 是释迦摩尼佛大慈大悲 他开悟了之后 对众生开启了一条 我们灵性的光辉一条路 叫做佛法 但是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绝 而不离世间来觉悟一切法 叫做调口的法则 所以叫做佛法 那么我们所学到易经风水学 这个也都是调口的法则 你可以不相信易经 也可以不相信佛法 但是我们每天还是在佛法里面生存 在活着 受着佛法的福音 匹应 这即使我们修行者来到世间 我们要有智慧 不要光顾自己的说 哎呀我怎么样 我高兴怎么样 我不是你怎么样 事实上我们所想的都是很狭隘的 我们所思想所见地的都是小小小小萤火虫 你只照到你身边一点点的小小小的光圈而已啊 但是你没有办法去照耀你身边更宽广的空间 所以王山老祖书真开示 我们要一遍要参演佛法 要悟佛法 要修佛法 你才能够将你的易经与风水学 才能更宽广的普照着你身边的人 所以每个月的共修呢 我都一直鼓励我们所有微心闲事有时间 你就回来共修 你也许认为说 哎呀我坐在那边 坐了一天屁股很酸 腰很酸 一直打瞌睡 听不懂师傅在讲什么 事实上你在打瞌睡 你的灵性也在听 这都是佛法耶 所以各位同修 我们今天是要来参加宣誓 初级班的宣誓典礼 宣誓也是在开启每个人 内在心灵的智慧 这个光辉 让人自己的印心 来觉悟到明心见性 所以佛法呢 在世间呢 不离世间觉 离开世间呢 你要找佛法呢 那根本就不可能 这就是慧灵大师 他所开示的佛法在世间 不离世间觉 离世逆菩提 恰世逆土焦 教 你听有啊 佛法在世间 你如果离开世间 你要找佛法是不可能 你再去吃饭了 吃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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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佛法 能坐实 不要病实 早上一大早 我来到 宣佛寺 一位 跟我同龄的 比我的 都十二岁的 八十七岁的 我们的老师姐姓郭 她突然 她中风到她卸掉 她就跟女兒說 我要再讀書書就好了 我要讀啦 趕快求老祖保佑我 快點好 中風 中風這是需要休息 需要醫生的正確的診斷 這個也都是佛法 再告訴人是無常了 平時你認為沒有什麼 等到人的身體 你一旦有障礙的時候 你要再來修 那已經來不及了啦 所以我們在世間 跌跌幾十年很快耶 我小時候到現在 沒想到說七十多歲了耶 七十多歲 還有多少時間在世間 脈手緊緊可以看到 我們做委員的人呢 所以這都是告訴我們 佛法在世間 不離世間絕 離開世間啦 你就絕對找不到佛法 佛法 佛法就是調和佛法 佛法就是知恩感恩和報恩 佛法就是喚醒和懺悔 然後再去實踐 所以望塵老鼠傳遺經給我們 以中華文化道童七千三百五十四年的歲月 這個遺經耶 告訴我們 任何一件事情都有 就是他的因緣果 這個因緣果 若是我們不了解因緣果的 果報如何 那我們人生常常會很遺憾又後悔 曾經一位信徒 他原來呢 他的老公 叫他要去修 要多拜佛 多念佛 參加佛式的念佛 老婆呢 因為他很照顧家庭 就跟老公也說 哎呀 你們每天在那邊拜佛啊 我在家裡 料理家務 照顧小孩子 你們才有時間去拜佛咧 你就給拜一份我的啦 好嗎 叫老婆給拜一份 他會怕 叫老公啊 過了幾年 老婆身體突然一直衰退了 來到新佛寺 新佛寺呢 問我說他身體 為什麼會一直衰退下去 這是佛法嘛 這是道啊 因為我好後悔 我老公以前叫我去拜佛 我現在都沒有去拜佛 我才會老這麼壞啊 我說你拜佛也要老 你不拜佛也要老 你拜佛也要死 你不拜佛也要死 那你 那怎麼辦 那就要覺悟 要開悟 所以這位老菩薩呢 他聽我講的 他有什麼方法 更好的方法 讓我在家這段時間 能夠修行 那時候 我身上看了一看 這位佛姿 我就替他 你回去好好修好好練 每天念阿姨阿彌陀佛 要吃飯 要吃什麼時候 就念阿彌陀佛 反正如果有時間 你就念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你念到這間 發亮的時候 你就會開悟了 所以回去這位老菩薩呢 很高興的 念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就念了 念到有時間 就開了 我們大殿那裡 你講老叔啊 你看我這個念了有金嗎 我有啊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這個老菩薩 就念念念 念念 阿彌陀佛 神師說 我要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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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著這樣 念了 回家了 回家了 他笑咪咪咪咪 那個是什麼 像如來 像一個這個 量鎖起來 那什麼如來啊 啊 這樣笑咪咪咪 老公 把那張相對 小笑咪咪咪咪咪 我認為人要收行 愛也要收行 如果沒有煩惱的狀態之下 你一定會 有所成就 所以這一位老菩薩呢 他 往生以後 那么到现在来那怕孙儿 不然时间又来嘛 那但是他已经成就无量无边的功德了 这是成就无量无边功德 那每个人来到世间 我们都要成就无量无边的功德 依照正法人家去修 依照正法人家去做 那你就能够成就无量无边 我都去修 那我这个老菩萨他走了 你能用青去修 用青去修 现在他已经正到什么的 心灵的花息 你没有了无量无我都去修 无量无边 没有边大物其外 就是我们易经 大物其外 这叫做无量无边 光这几个字 你好好应用 好好去悟 在十几年前 我也一次讲金刚经 我们的师兄师姐 他悟到说哎呀 叔叔讲无量无边的功德了 那我有无量无边的烦恼耶 这是义经 对于义经 他的增产奥义 他去做事 回去要 他做一间小小的工厂 小小工厂呢 他就去问神 神经 神经说哦 你经工厂会贪大钱 会贪大饭 有一天他又到建国寺来 他问我说 师傅我那边工厂怎么样呢 我说你用衣服挂 你抽一支挂 抽一支挂呢 签天山顿 黑分大约 我说你已经不可以了 不可以了 他说但是神说可以呢 我说神可以呢 你就是要做嘛 我还是尊重你的意思 他就是要开 就是要做 做没有半年都靠聚了啦 啊到呢 烦恼是有够多啦 说师傅啊 我没听你的话 我来这间 这间厨 这间港厢 开了 我这间五六年来 聊了很多 无量无便的烦恼啦 叫这大五期外 细五期内 你不懂的话 你的烦恼有大五期外 细五期内 就有无量无便的烦恼 不是功德 无量无便的功德 搞无量无便的烦恼 所以我们 益经大学 我们说希望的同修文 你们读益经 和洪水学 和宗教统合为一 我们要成就无量无便的功德 不要说 哎呀 无量无便的烦恼 你算也算不完 数也数不完 在我们这一位 信主师兄师姐 两夫妻 哎呀 我姐弟要回来再读了啦 我认为益经 这个三块钱拿起来 一普卦 鬼神都不敢进来 都只有振华进来 所以我们学到 你要和佛法融合为一啊 那就是无量无便的烦恼 和无量无便的功德 都在我们的身边 而是我们自己创造 我们自己的福报 福德 创造我们的华喜 所以我鼓励大家学艺经 做人处处可安心 大家学艺经 修行道上可见性 你听不懂 这样听不懂 这样听不懂 你就无量无便的法使了啦 就无量无便的功德了啦 你如果听不懂 要有啥啥呢 不了解说 做真理也是啊 你还是又 回去还要静静的重新思考 那我们玉京大学 我们的课程是玉京中华文化 玉京风水 还有宗教的修养 荣活唯一啊 希望各位同学们 要静心 我们还有二十几年的课要修 要学 金刚经呢 开始我们 成就无量无便的功德 每个人都可以成就 无量无便的功德 一个大功德 小功德都是功德 曾经我们一位老菩萨 桑突然赶对 行注 喊 also 桑突然赶这杀的 cool 有 decide 送给你 有人出名 乩然 partner 说阿 老 Vaticuição 你这样 donc 你وي 响然后 去找 doctr either 〜 找好 啦 那些杀 Sicht很大的 他就 没看到不怀 你说 导未是谁 里面 这么说 他就开始发现要求ignment 你丟我撿 那時候正在流行 你丟我撿 做報的那個人 做報的那個人 說你丟我撿 避雕 那那個學生的問我 我還在五全五街 他也就過來囉 看起來像避雕 拍一張人這樣來 嚇我嚇我了 他也在 求本書 我說阿 學生啊 你的生長無量無邊的公定 學生說 哪有啊 我給你撿 撿 這樣哪有什麼 沒什麼 我給你撿 撿 撿起來 那就好了啦 事實上 他已經成就了無量無邊的公道了 為什麼呢 他每天說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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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可以再去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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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變成一個環保環境 環境保護 這就無量無邊的公道嘛 所以我們有這個清潔 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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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爺 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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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都是無量無邊的公道啊 那作為偉藏呢 他說 老師啊 我找他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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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是台下美業 這就無量無邊的公道 所以我們在世間 看人 我們要他記得 我們要讚嘆到所有的人 我也讚嘆到我們所有的同修 你們這麼多人 今天回來一起 來這裡共修 我也稱讚你們 無量無邊的公道耶 你們有稱讚大家嗎 謝謝 所以這就是我們有地匯 有受傷 我們的地匯會解開來 你的看書 跟一般人的看書不一樣 所以今天你如果看得很辛苦的人 他也會有無量無邊的公道 他也有天意 他也有本願 曾經有一位老信徒 他咧 我很愛去找魚 找到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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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天咧 老菩薩你不要找魚 不要啦 他說 哈喲 我們隔壁那兩三個老人 他沒有魚 給他煮清湯 他就是沒辦法吃飯 所以我就每天 付席去廚品 去拿那些 找到幾個魚 讓他送阿婆 給他去煮湯 這樣他有說得到嗎 有喔 有喔 以前就有一面 一面魚 他說魚 我在找到咧 給你做公益 我帶你來做公益 這句的聽到嗎 跟魚說這位魚我帶你來做公益 就讓魚送給我送給他煮啦 那這個魚送呢 到後來 還有幾年要回來了 他也是跟著這個 一家找我家去找的 怎麼找呢 哪像江泰公的找魚 江泰公的找魚 那個石雕一樣 所以每個人的生肅的方向 各有不同 每個人的煩惱也各有不同 每個人的功德各有不同 所以我們 了解這樣的時候 我們做到問心無愧的時 我們就 必就主宰了啦 這就是無量無邊的功德 好了 我們要悟 你不悟有如夜多燈 無窗暗示多光雲 屬生不悟今生度 更待何屬度屬生呢 這我們別人大家要悟 在世間的生肅 世間的所有的我們的一生會打拼 我們的生肅呢 各有本願 各有本願 各人的本願 你來你的官 是要你生肅打一項屬性 你有你的功德 不是說大家都 我米來出來 你哭哭哭哭 驚 嘿嘿嘿 那好受傷 不是這樣 用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 做到問心無愧 所以我們一天 四天我們三天 我們也回歸到自己 大凡天的世界回去了啦 所以這我們 了解了 我們每個人的 所有的所有的 都是在成就 無量無邊的功德啊 祝福各位 各位微信賢士同修 我們繼續來講解金剛經 把金剛經所開示的成就無量無邊之功德 也告訴我們世間 八萬四千法門 曾經有一位老先生 他來到宣佛寺 幸福來扎一項堂 說他都屎屎啦 他屎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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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拿這一張圖相片的意義是什麼呢 那意義是什麼呢 他也不是有的 他也不是怎麼做範圍物的 他是一個老修行者 就告訴我說 我跟我說 愛老先生 收度 哪有角 收度的人哪有魔啦 這度的就哪有角 這度的就哪有角 這度就只有一個角而已 但是這就是有的 是兩隻兩隻角 我記得愛從一陰一陽 陰陽來修 一視一非善惡 各有不同 所以幸福有的幸福的魔 是有夠多的 也是告訴我們人生的煩惱 人生的煩惱 聽說無謀那麼多 你如果不相信 晚上你回去算算你的煩惱 看老人家 你必須記得 記得來 你到底是怎麼看 所以這位先生哈哈大笑 哇 我總是今天來沒有白走 他就回去了 過了幾天 又有一位先生,他來到仙佛寺 我回那邊在轉過,回市場無形 山上的建設,一草一木,一花一石 我都帶著我們的工人 帶著現在規劃院的院長張昌明 他庭園專家在整理仙佛寺 那麼張昌長呢,他叹了一口氣 啊,工作有夠多了 坐得那麼無謀啦 坐得那麼無謀啦 我跟張昌長說,真理快要做好還是一 再多的煩惱,都是會發生 你現在不只要做一個工作,其他煩惱也會發生 所以我們要批精斬集 批精斬集就是見如來 批精斬集,見如來 這就是仙佛寺 名字,名字,名稱 就是批精斬集,見如來 所以張昌長,我懂了 所以整個禪西山鮮活室這麼多的環境 這麼美,都是張昌明,張昌長 他是原來是豐原扣運的董事長 他對於這個庭園設計有特別特別的研究 和他的見地 所以張昌長,我說你一直做 我們一起做 山上的就拜託你來成就 這就是成就無量無邊的功德 成就無量無邊的功德 不要小看任何一個人他的工作 包括你們在座所有唯心賢士同修們 你的事業 你們也是來成就無量無邊的功德 才來謝甘 我們來謝甘,不是說我要賺多少錢 賺錢,那是應該 這個成就 這就是我們每個人 本來在天意天上界 大家就有約而來 尤其父子 母女、婦女來到世間做一個家庭 也是為成就無量無邊的功德而來 無量無邊的功德有多少呢 兒子一過來養兒育女 女兒養兒育女 這都是在成就無量無邊的功德 不要看得那麼膚淺啊 所以我們來到世間有這個幸福以來 所做的事都是在成就無量無邊的功德 曾經我們有一個老信徒 他呢 他呢 就說這個 這個叫做 精采啊 精采給出名頭位 給他一張給我送啦 那不是啦 他就去那 給他家 當然給他家咧 去報紙完全 也不拿錢 也不跟他說什麼的代價 他說你們如果家家 我就很感恩啊 所以這個歐巴桑是老菩薩啦 他做的那種做得很老 做得老老老 有一天要回去了 要回家咧 一直餐呢 低頭咕咕咕呢 開咧 走咧 走咧 人在世間是要好事嗎 沒壞事啊 啊 我們在那裡掛 大個掛 小個掛 那是很辛苦的啦 他就這樣走 因為他心安 心安 不快 沒有顛倒夢想 那麽 該走就走咧 那他也是成就無量無邊的功德呢 喔 所以我們在世間上 來到世間大家的導胎鑽石 我們的靈魂導胎鑽石 爸爸媽媽給我們這個幸福 我們可以做很多工作 我們都在生就 大家無量無邊的功德 不然現在 你們是公司的老闆 還是完工 還是還沒有開公司的 每個人都在生就無量無量無邊的功德 所以不要小看自己 也不要小看別人 你做的功德沒有這麼多廢話 那都不掉了 所以我們 十月十五日 我們 公至阿彌陀佛聖誕法會 總共三十三天 十月十五 告十一月十七日 阿彌陀佛聖誕 那天我們要歸一 這段三十三天 你們有緣的人 要讓你們的祖先 來這裡聽見聞聞聞 來超度聽見聞聞聞 這也是成就無量無邊的功德 成就我們有一個老的同修信徒師兄 他每天晚上都這麼迷茫 他們阿公和他們阿祖 都在他們家裡 有一個怕風吹 他在那補婚 好像心很討厭 就來問師父說 他的阿公怎麼在夢中都給他看 這個風吹乾的樹 就不準 哇 法會夠了 趕快跟你們阿公 祖先來給他設一個人 為他來這裡聽見聞聞聞 那他就趕快報名了 報名咧 那麽 那麽 他們阿公就帶一段的 孫阿公 我們的聖誕師來路走那裡 聽見聞聞聞 那裡有很豐盛的 好 菜 好 好吃 有佛造的交代 我們來去的 這就是說 我們的靈魂界 意識界 我們的現象界 我們現象界 跟靈魂界 雖然你沒看 但是呢 真正真理 你沒看病不代表無 所以 這個也是在成就無量無邊的功德啦 希望各位同修們 你們學到了一後 我們的見地 看法 一定要寬廣 你如果不知道 不知道我寬廣呢 你自己接地說 這樣 這樣 你一定是煩惱的啦 一定是煩惱的啦 現在我們學《易經》 就是對待 《易經》就是對待 《兩餘》對待 是非對待 善惡對待 有無對待 無論善 無論惡 都只在成就無量無邊的功德 曾經有一位信徒先生 他來到宣佛師 他為了 社會有很多壞人 讓他起到這樣 問我說 老師啊 你受到人來看 看這個人 很壞的人 他們的 有功德 我也有功德 也有功德 他說什麼功德 因為他的 惡言惡行 壞習慣 讓人起討厭 那有誤到的人 就是我們不能像這麼做 不像這樣做 那 就是功德啊 那麼至於惡言惡行 因為 讓人這麼討厭 社會那麼多的混亂 那是 因果以自己祝福 自己祝福因果 但是 我們在旁邊 所看到的人 我們要 自己 要有警覺 你不覺悟的話 你接下來就免談了啦 所以我們凡事 要絕 還是 祭公 講一句話 不悟有如月奪燈 有 如 夜 無窗 暗示 多光 所以我們 凡事要悟 要悟 要悟了 若是你不悟的時候 好像晚上得到一點點的燈光 你就覺得這麼高興啊 無窗暗示多光別人 要是你出來的 農國堂安門 你還來給你 教學拍的點會 那麼這都是 這都是 是有限的 有限的悟 我們的有限的心安 所以我們要悟 反正大家要悟 人家有恩給我們 我們要感恩 人家有願給我們 跟我們萬難 我們要還神 要檢討 要懺悔 也要感恩 所以你這樣做的話 你的人生你的事業 絕對會順利啦 不用怕說 我就一直要安排才會順利 不是這樣啦 萬人大家要過 好像等一下 我們中午用餐 我們餐廳不大 所以容了一千多人的餐廳而已 那我們在那邊排 等下排隊 哎 拜中午夜 今天我有幸 跟人家排在這裡 來和老祖請客 用餐 哎呦 我們要很高興 我們還能夠 有些人來到 王山老祖的今年座下 來修行 我們要很高興 雖然菜不是很好 但是很衛生 又很健康 你吃了 保證會败 如果不败 你回到一半了 你再去吃 這也要誤啊 所以 我們在這裡餐廳 常常有信徒 有一個人來 坐在這裡 用餐 他說他來到老虎 坐在這裡用餐呢 吃了之後呢 身體很健康 心 心 心 很 很舒服 這就要過了嘛 曾經有一個老婆 又愛的老叔啊 我 人家很辛苦 了 我在餐廳 我做一碗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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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做一碗飯給他 阿婆也給你吃啦 阿婆很高興 他吃一碗飯 等下要來跟他討論 要有嗎 我這樣 自己去聽 為什麼 我都不吃飯 最近都不吃飯 像這樣 你這碗飯 我肯定要搖起來 阿婆 因為我們人 來 在堂吃飯 宗教 在堂吃飯 我們幸福餅都住了一碗飯 我們有餐的 有餐無餐 有餐的 眾生 要有那些親人 他們 都沒有他吃 在靈魂界沒有他吃 藉著我們的口 我們吃得很開心 這就是在宗教裡面的修行 我們要悟 不是說 阿呦 我們要舒服吃過 我說 舒服無感病 所以不會傳染 你放心好了 這就是說 我們要悟 為什麼 來到道場 接不去 老家 到場 很多 信眾大德同修們 吃得不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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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經一位師兄 他平時不吃米粉 結果 他吃 十一碗米粉 十一碗 吃得不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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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吃 沒飯 十五碗也給你吃 那就是 他順便 對著一天 對著一天 他的祖先 完全借助 定了 他沒有供養 平時沒有宗教的素養 不好 沒有 吃飯沒有供養 所以我們 要吃飯的時候 都要有供養 供養 供養佛 供養法 供養生 供養法 這一切眾生 阿彌陀佛 我們要吃飯的時候 會合掌 他輕輕地供養 心裡的供養 你供養這家 是什麼在家 我在家 我後面一大餐 我的祖先 我在家 後面一餐 完全借助 所以我們在宗教的修行方向 有不可思議 沒有辦法 用詞來講的真理 所以等一下你們 用餐的時候 我們還是要 只要一碗飯 餐餐 還是要合掌 要供養佛 供養佛 供養生 供養法 這一切眾生 這就是我們 用詞 基本的 減修行 所以 那你們也 可以成就 無量無邊的功德 沒有那麼膚淺 接下來 不悟猶如夜多燈 你如果不是 好像 暗時燈 這個燈火而已 也 是 很有限的知識而已 那麼 我們來學 易經 你要多讀 一切 易經 所有 老祖所傳的 心法 你會見地廣泛 廣泛 廣泛 你的心開就易絕 心開易絕 頓悟 無聲乏忍 你就頓悟了 不會生起 各種想之辦法 來 忍耐忍耐忍耐 有時候是忍耐 我無法解決問題 要是找原因 要是找原因 曾經我們一些信徒 他來 他說 老師啊 我做人很好 我很忍耐 我孩子家教你 我也忍耐 我朋友家教你 我也忍耐 我都忍耐 誰都忍耐 結果大家看我很好 氣氛 你忍耐不是辦法 你不知道叫他忍耐 你要找原因 为什么要去忍耐 为什么要让人家为你忍耐 你为什么要忍耐别人 你一定要找出原因嘛 你要反省 从反省开始 反省忏悔 不对 我们就不要再发生 对 我们就继续去做 反省忏悔 然后要去做 你如果不去做 你觉得我忍耐忍耐 到时候要台湿人 那不对 所以忍耐要找原因 那么那些信徒 他回去了 人家对他没劣 他就静下来 叫反省 反省为什么 他今天动作会对我这么不好 他就反过来 去检讨自己 这样也就是成就无量无边的功德 那么今天各位同修 你们来共修 你们在这里点光明灯 来供养佛 来供佛 这个灯来供佛 也是在成就无量无边的功德 你们的点灯虽然小小一盏灯 但是你的新灯已经放出无量光明 所以这个也是成就无量无边的功德 所以希望各位同修们 我们在世间上做事情 任何一件事情 都是在成就无量无边的功德 但是总结就要安心 你心不安 你再任你再怎么样的理由 也不是真正的功德 你要安心 大事小事 我们都是做到问心无愧 都是成就无量无边的功德 这也是金刚经开示我们 要懂得金刚经里面的内涵 所以金刚经开示说 徐菩提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 平时做人处事 能够领悟到无量无边功德的真实意的时候 我们世间上每一件事情 都是修行的上圣经法 曾经我们有同修来问我说 师父啊 你讲的金刚经那么白 那么简单 那一些大师所讲的金刚经 那么的深奥 那因为深奥我不会讲 我只会讲浅显容易懂的 容易懂你才能做 不然讲的那么深奥 讲也讲不到 做也做不到 摸也摸不到 误也误不到 到最后来 你要成就了 可能去圆满 也是登天海蓝 所以希望各位维新闲事同修们 我们来参加共修 我讲的很浅显 容易听懂 用在生活上 那我们都能够成就 无量无边的功德 即是金刚经的上圣心法 祝福乌贵 谢谢大家